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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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男主角呢 他基本上就是搭這個火車 然後去天堂嘛 然後在搭 趁這個火車的這一段時間呢 他就回憶起過去 然後過去就是跟他妻子之間的回憶 然後有好的有不好的 他一開始回憶的過去是好的 就是他跟他妻子結婚啊 然後兩個人一起出去外面就是有玩啊 什麼的這些的美好的回憶 然後有一幕 有一幕就等一下那一幕 就是他們兩個約會 然後男方遲到 然後那個女方他就點了一下他的那個手錶 然後這一幕在最後他們相遇的時候 又重現 他勝出的原因就是美術風格嘛 他美術風格採用比較偏2D的方式 那以往就是我們馬來西亞的同學 這些華僑的學生來他念書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團結跟努力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 做得比較好的原因就是 因為就是團結跟凝聚力啊 因為他們做的時間會比一般的大學生還少 所以他們必須要在有效的時間內把東西做完 而且他們東西真的做得不錯 因為西基這個獎是在台灣 就是譬如說我們台灣的動畫公司裡面 西基算是我們台灣第一的動畫公司 人數也是最多的 那這次我們第六屆的畢業製作 包含有多組的動畫 還有遊戲 那遊戲裡面包含2D遊戲 還有桌遊 那也包含音樂遊戲 那當然還有包含一些這個 這個模型製作 還有設定集等等 那這一次在前一兩個禮拜 已經舉辦過這個 我們校內的一個畢業展 那我們這些同學的作品都非常的優秀